墙外密室 朱迪副着手在逼着的室内走来走去 侍嫂窝奴不顾身 好 好 好 汉家男儿 果真无论何时 都有这等血性 可这些窝奴尾时可恨 朱迪扭头看着好大 咬牙切齿地说道 朕不去打他们 他们日后反倒会屠路朕的都城 朱高尺虽然心头激动 但还是按捺住了 冷静劝道 父皇 总不能拿将先生说的未来 当作现在的宣战理由 朝也不信的 朱迪宁笑道 理由 洪武朝的时候 这群窝奴打了个南北朝出来 竟然拿个南朝的亲王 声称什么日本国王 哄骗了大明几十年 朕现在搞清楚了窝奴的虚实 那个老十字幕府将军 便是如未尽后那些开府遗同三思 都渡中外诸君士般的全臣 朱迪冷笑连连 更何况 朕已登基数月 到现在还不来给朕朝共祝贺 这不是不臣之国是什么 错而小国 如此蔑是大明 岂有不争之理 朕倒是要会会这幕府将军 看看究竟是朕的刀印 还是他的嘴硬 朱高赤闭上了嘴 而就在朱迪定下了决心后 墙内的江心火 亦是出声 如何会没有人站出来呢 总会有人站出来的 只要有一点星星之火 哪怕是点点微盲 也是可以照亮前路 进而燎原沉重的 江心火停顿了片刻 稀奇地说道 可为何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才有人点亮这星星之火呢 若是我能提前点亮 后世之人 是否就能避免这个 令人想一想 就觉得悲伤的命运 所以我才会说 如果真有万一可能 借着金银矿这天大的利益 去争日本这件事 确实是我真心想去做的 只可惜 行期将近 这也只是指点江山之余的 一缕念想罢了 江心火长叹一声 便是出去 我一介平民 又如何扭转乾坤 做成这种需要倾国之力 才能办到的事情 我把这金山银山的位置 画的地图告于你们 你们这种薰贵 总归有朝一日 是能出去的 出去 才有一丝可能去做事 江心火思绪服侠 若是真能做成此事 断了日本国运 后世汉家而郎 能少留多少血呀 江先生所言极是 俺记下了 那地方究竟在哪 随着朱高旭的问题提出 一墙之隔的众人 无不平住呼吸 竖起了耳朵 江心火又守在树下沙地上 画了一份简略的地图 银矿约十件银山 金矿约左渡金山 都在日本的北部沿海 他指着距离长江出海口 东北方向上千里 在李氏朝鲜南部的两座大岛说道 若是从李氏朝鲜手中 拿到了几周岛 再打下对马岛这个海盗窝 便可以这两座大岛 为稳定的中转部给基地 直逼日本北部 进而控制这两处金银矿 江心火继而勾勒出了 日本的海岸线 点着北方的一座小岛说道 左渡金山 是一座孤悬海外的岛屿 乃是日本历来的流放地 地位便如唐宋的岭南一般 江心火又指着海岸线一处说道 石建银山 则是处于日本传统意义上的 中国地区 距离海岸绵长的北部 并不遥远 不需要深入陆地 听到这里 看着颜知凿凿的江心火 即便是向来对其预言秉持着怀疑态度的李景龙 那张帅气的脸上都露出了兴奋之色 哪怕只是沙土上的地图 哪怕勾勒得有些模糊 可对于李景龙来说 如果说什么大明未来会发生土木铺质变是无从验证的事情 可挤周岛对马岛这些眼下实实在在摆在海上的岛屿 总归是骗不得人的 有了大略的方位参考 那所谓的石剑银山 左渡金山便可以找到了 石剑银山倒是可能费点进 毕竟在日本的本土上 需要进入有人烟的沿海地带搜寻 可左渡金山就是孤悬海外的一个小岛 又是著名的流放地 一定是在日本人人皆知的 这样一个荒凉又显眼的小岛 找起来没难度 验证起来更是不会遇到什么阻碍 李景龙又认真的盯着地图看了许久 确认记在了脑海里 方才亲自伸手抹去 这东西不能留 当然李景龙很怀疑朱高絮的记忆力 究竟能不能把地图记在脑海里三刻中 更何况李景龙从小保读诗书 熏柜圈子里都知道他的记忆力不是一般的好 朱迪又没亲眼看到地图 到头来肯定会让自己画出来的 抹去地图后 李景龙微微醋眉 李景龙喃喃自语道 不对 总觉得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地图不对 朱高絮好奇问道 不是地图不对 李景龙回想起了最初的话题 终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江郎 我们一开始讲的是税收时 百姓交白银 不交粮食的话 大明没有这么多的白银 对不对 对 江星火抬起头 你很聪明 终于意识到这一点了 不愧是我的学生 哪一点 朱高絮面露不解 他还沉浸在被海量白银淹没的喜悦中 李景龙看也没看朱高絮 镜子继续说道 所以江郎说 日本有一年能产八百万两白银的十件银山 那么假设大明能跨海远征 占领这座银山 并且能每年稳定获取八百万两白银 可问题来了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大明要这些白银有什么用呢 朱高絮插嘴 那可是银子 白花花的银子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怎么就没用了呢 下重不可与兵 李景龙耐不住朱高絮 一直插嘴询问 只能勉励解答道 白银一开始 固然可以从百姓手里买东西 可如果在大明存银量不够的情况下 突然海量涌入 即便是白银也会极大贬值 那跟印宝钞有什么区别 如果没区别 那白银有什么价值 不就是更稀有更耐储存的纸 为了这堆纸 大明出动大军跨海远征 对于出征的将士 个人而言 当然是发财了 对于国家而言 岂不是亏到姥姥家 那还不如去打草原上的蒙古人 好歹还能抢回点牛羊战马 朱高旭听得大脑当场荡击 CPU险些都烧了 顿时呆立在了原地 像只呆头鹅 江星火耐心地听李锦龙说完后 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意外的神情 我知道聪明的 你迟早会想明白这一点 江星火平静开口 迟早会在被一年八百万两白银的巨大震撼后醒悟过来 那么你能重复一下 我在这节课最开始所说的白银货币化的原因 历史 去世三方面的内容吗 你所提出问题的答案 其实早就已经藏在了其中